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雷藏寺 也是举办孔雀明王的法会 那时候啊 大日普照 天空连一片云都没有 非常的热 那时候啊 前面两个亭子 也统统都没有盖 所有人全部冒汗 那次法会啊 我那时候啊 招请既然是大孔雀明王的法会 请孔雀明王的翅膀 来遮住太阳 结果孔雀明王 他画了两片云 两片云在台湾雷藏寺的上空 把太阳遮住 这个刚刚有人拍到孔雀明王的云 在虚空之中 又有这个感应 那个是多少年前的法会啊 多少年啊 好像那个亭子都还没有盖 连那个墨都没有 那 谭诚在外面 我在外面晒太阳 所有的同盟都在底下一起晒太阳 非常非常的热 尤其那一天 他每一个人的汗流浃背 我自己都快讲不出话来 我们请孔雀明王 既然是孔雀明王 请孔雀明王伸出他的翅膀 把太阳光给遮住 真的出现了 两片云 就只有两片云 那个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总之你在高速公路 看往台湾雷上市这边一看 就只有台湾雷上市上空 有两片云 其他的地方 晴空万里 连一片云都没有 我记得这件事情 你们记得吗 记得了几手 哇 这讲记得大家都几手 表示大家都有在场 真的孔雀明王很灵感 我记得了几手 你会有什么事吗 我记得了几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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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这两片是一片是质人的 一片是质人的 我记得了几手